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對 真的 李宗盛 他聽我那個委屈 他以為就斷了 不好意思 橘子姐搶你的拍 可是橘子她她很厚 妳說我這是幹什麼 雙同人口 控制不了自己 橘子她同入 因為之前我們有介紹過 就沿著捷運 然後你可以吃到好吃的 這是很好的一個想法 而且最近又有信義縣 還有那個南京東路松山縣 新的縣 我們可不能漏掉了 看看我們後面 登 好久不得了 專家達人幫我們找來的 因為那個上班族 就是捷運一定會用 對 真的 沿著捷運這樣做的話 今天要不能錯過 千萬不能 對 就交通方便 而且真的好吃的 來喔 歡迎四位來賓 首先訂一位 在吃美食的辣媽人群一號 來 一號來 今天要介紹給大家 上班族下班紓壓的好地方 喜歡美食的朋友一定要看 OK 好 接下來我們歡迎 想吃美食就跟著她的甜甜 韋汝 對 大家好 我是日本通 今天要告訴你 在經過了260年的抹茶老店 現在在台灣也吃得到 對 對 好 好 我們這一種吃美食的可愛營養師 林林 對 我今天是來介紹美食的 所以我要讓營養等於健康等於 非常好吃 對 好 歡迎 來 接下來歡迎只要吃美食 逃不過她的美食達人Erika 好 捷運美食真的是包裸萬象 今天要來推薦 愛品網友 新發現新捷運線CP值超高美食 千萬別錯過 好 好 等不及了 第一位 怡莉老師來介紹好了 好 來 我今天介紹這個是非常厲害的 這個是在松山縣上 在那個小巨蛋附近 它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原住民料理 對 而且她的老闆 是我們的天后阿妹的妹妹 莎雅開店 莎雅 對 所以你去那邊 其實你就可以有時候去的時候 就還有人在旁邊唱歌 然後你還可以吃原住民的一個美食 唱歌人不會是 姐妹情深的 有可能你會遇到阿妹跟莎雅 莎雅 她 妳知道 妳請她喝酒了她就會唱 不是 她們會很自然 這是附加價值 附加價值 而且你去那邊 大家都像朋友 就像家人一樣 我們去那邊吃的時候 確實它就在你旁邊唱歌 就在你醫院附近嗎 對 在小巨蛋附近 在市民大道跟復興南路那邊 就唯一一家非常有特色 叫艾哈拉 艾哈拉 對 而且一般原住民食物 覺得要跋山涉水道 對 對不對 在街頭上 對 今天我介紹三道菜 我們第一道要先吃的是 從這一道菜來吃 這道菜看起來 它有一個非常好聽的名詞 叫做情人的眼淚 情人 情人 情人的眼淚 情人的眼淚 先吃這一道 這一道菜是非常珍貴的 因為平常 其實因為這道菜是要下過雨之後 非常乾淨的土壤 它才會長出這個棗類 它不是海料 它是在土壤裡面的 土壤裡面的 對 而且平常如果你要種它的話 是種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像一般的地下水 自來水 它是沒有辦法長出來 它是要圈水 圈水 山上的 在外面吃不到 你可以吃吃看 所以它算是藻類 對 它是藻類 來... 所以久做的上班族 我覺得你做了一整天對不對 然後你之後 下班之後想要去放鬆 其實這一道菜 其實可以降學子 它是涼拌還是 它是涼拌出來 涼拌沒降學子 好香喔 對 很適合久做的上班族 尤其是女生 對 而且料料很低喔 好吃喔 這有一點香油還麻油 對 它有一點 而且它調味很清爽 然後另外就...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這個外面吃不到涼拌菜 對 我不隨便介紹涼拌菜 因為太簡單了 真的耶 這很厲害 好吃耶 這道其實恆春也有 它有的會拿來炒蛋 對 而且我覺得這眼淚是湯的 是湯的是不是 而且它這個有季節限定的 就是大概在5月到11月的時候 才吃得到 它們的食材 幾乎全部都是從東部過來的 怎麼半天第一道菜 就卡在這裡 好好吃喔 然後我們第二道菜 這個有個名字叫做 火爆慢狼鐘 這個 又火爆又慢狼鐘 對... 因為它自己太互斥了 因為它是去炒的 所以用火去爆的 但是它本身它是 就是所謂的螺肉 螺肉 所以是螺肉走得很慢 所以它火爆慢狼鐘 而且你試試看它的味道 真的好耶 對 它是很特別的 不要吃一點 來... 它有一個味道對不對 脆脆的 跟一般炒的螺肉味道不一樣 它裡面有添加一個 原住民的胡椒 叫做麻糕 麻糕 對 麻糕對不對 對 麻糕 很香 而且很有Q 而且你會發現 它的螺肉跟外面吃的不一樣 因為外面的螺肉會很硬 然後它是有一點 就是QQ的 然後有一點QQ的味道 那很下飯 還滿辣 是很想要來杯小米酒 對 所以真的要配小米酒 真的 有辣...好吃 然後吃完這兩道 其實可以喝一點 這邊特別帶來熱湯 熱湯 這個熱湯是原住民 它裡面用一個叫做 素豆排骨湯 素豆 什麼素豆 素豆其實我知道它叫聰明豆 吃了會聰明 因為它裡面蛋白質含量很高 這個嗎 這個豆是素豆嗎 對 它是素豆 然後它吃起來口感 有一點接近黃豆 然後就是這個要熬很久 所以它吃起來就是軟軟的 然後香氣很足 我這邊 我這邊 妳先來喝一點給大家看 素豆是什麼豆 長在樹上的豆 它其實就是有點像豆莢這樣子 然後它把它 對 然後把它就是摘下來之後 它要曬到乾了之後 然後下去煮它 要剝下來 對 要剝下來 對 好特別 而且它會讓整個排骨湯 很清爽對不對 對 好甜喔 雖然你看起來是很清爽清淡 可是喝起來是濃郁的 是的 真的 對 好耶 這個 這個原住民料理很讚 因為這個其實一般在外面 因為吃不到這樣子的菜 看起來都是低熱量 熱量很清爽啊 所以我今天介紹的就是 我剛剛提到要營養 又要健康 但是要非常高興 它是非常高興 好 太好了 來 接下來歡迎Erika 我們吃完了原住民朋友的 我們來吃泰國朋友的 而且這個泰國朋友 這個泰國朋友很有意思 因為他其實台灣人很愛吃泰式料理 尤其到了夏天的時候 越來越愛 超級愛 然後他就希望把泰式的街頭料理 就是泰式的小吃 真的帶進台灣 所以從硬體 從餐具 看到這種鐵盤 很泰式風格 好泰味喔 這很快 對 他們很奇怪 現場上面筷子會特別挑 不同的顏色 我是泰米 對 妳很喜歡泰國 我超愛的 對 然後從餐具 然後到食材 香料 全部都是來自泰國的 所以我們今天帶來三樣 很特別的泰式料理 首先我們介紹第一樣這個 他們的東北 泰東北烤雞腿飯 他們這個烤雞腿飯 跟我們一般 台灣吃到的雞腿飯 其實差別在於 他們的雞肉要先去醃製 用泰式香料去醃製完之後 再去烤 烤完之後還要沾他們特別的醬 老師不吃辣的話 這個是甜醬 然後這個是辣醬 這甜的 對 妳要留一塊給老師 有啊 有啊 這一塊我了 對 可以吃看看 妳會發現那個雞肉的香氣很濃 好香氣 一放一袋 你是辣椒問我要嗎 它加了那個辣椒之後 你會發現它在夏天 你如果太熱沒胃口 它一下子會讓你真的 鼠疫全燒 這甜醬也是泰式的 對... 道地泰式的 真的啦 它的辣椒很開胃 好好吃喔 好吃 這雞腿飯全是嫩的 對 好嫩喔 好嫩喔 它那個醃製呢 它其實會加他們 泰式特別的醬油去醃製 那泰式醬油跟台式醬油 中間差別會在 它多一個海鮮的味道 會跟我們台灣的那種 純黑黑豆那樣的醬油 風味其實有點差異 這好好吃喔 對 那我們來推薦第二道 是他們家的董陰鮮蝦湯 其實董陽公跟董陰公 只是翻譯的方法不同 但他們其實都是同一個 酸辣的海鮮湯的感覺 只是他們的醬油 你會發現從桃鍋開始 這個桃鍋就是非常 泰國接頭小吃會看到 然後裡面這個湯 它裡面有冬陰湯之外 還加了椰奶 然後還有一些魚露去調味 所以它的奶香味十足 非常濃厚 我來看看 對 雖然我這麼愛吃泰國料理 可是我不喝他們 酸辣湯 最重要的這個湯 董陽公一定要 去泰國菜一定要點的 對不對 海鮮酸辣湯這樣子 這個是一定要吃的 我覺得它有配合台灣 比較沒那麼辣 因為它加了椰奶 會去中和 它會增加董陽公的湯頭的厚度 會讓這個東西不這麼死酸死辣 它會變得比較溫和柔潤一點的口感 然後再介紹他們家 另外一款月亮蝦餅 你知道 其實真正在泰國吃月亮蝦餅 沾的那個醬不是酸甜醬 是紫蘇梅醬 所以他們特調的這碗醬汁 其實是真的在泰國原汁原味 特調進來台灣 可是我怎麼聽說 泰國人其實根本沒有月亮蝦餅這回事 他們是台灣人發明的 在泰國被發揚光大 然後在醬汁上面的選用 真正泰國人的吃法 會用紫蘇梅醬去吃它 對 所以大家可以吃看看 然後重點是他們家月亮蝦餅 你可以吃得到整尾的蝦肉 我不是蝦泥蝦醬 這麼 這是紫蘇梅醬 對 他們特調的醬汁 然後很厚吧 它其實在裡面 可以吃到一尾尾的蝦肉 它還在裡面 所以那個嚼勁口感 其實是很實在的 要嗎 要 來 你什麼眼神 已經看很久 一直在等你講這句話 真的 為什麼我沒有筷子 這家其實在捷運沿線 它其實是在台電大樓站 2號出口靠近溫州街 它希望把泰式街頭的風味帶進來 所以店名就叫泰街頭 泰街頭 對 很厚 很厚實有沒有 泰街頭 就是泰國街頭 對 有蝦子也在裡面 身味 對 很紮實 像他們這一碗摩摩摩摩摩 鋼杯都出來了 他們說在泰國 喝摩摩摩摩就是喝這個 真的 用鋼杯裝 然後重點是你看 這湯匙超可愛 他們吃摩摩摩摩的湯匙是這個 真的是縮小版的鐵湯匙 好可愛 裡面用料也非常的實在 因為我們很知道的 紅毛丹 雅達子 或是那個鑽石 紅鑽石 怎麼這樣 好多力 大杯可以咬下去這樣 吃一口 大口的給大家看 妳來 我都不好意思嗎 妳不用客氣 紅毛丹 對 在夏天吃一口就很消暑 對 對不對 重點是這樣子CP值超高 因為它的單價都不高 都在200塊左右而已 所以非常適合上版主 這個好了 好順 然後附近有非常多大學生 很喜歡去吃 你知道 它其實在巷弄比較隱密的地方 但是很常時候在用餐的時候 都是高鴻滿座的 我強推這個什麼烤雞肉飯 對 那個雞肉都已經入味了 可是那個肉還是很嫩 沒有超級烤的 對 還好嫩 超級烤的 超級烤過頭 妳敢糾正老師 超級烤 超級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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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浩然姐 妳要推薦是哪一國的 我要介紹這一家 它在我們台北101站 2號出口 信義縣 對 它是一間小酒館 然後在無心街裡面 然後這一家 其實它很特別的是 北一那邊 對 它重新開幕過 它以前是以餐點為主角 然後啤酒是配角 大家重新開幕之後 它就是以啤酒為主角 餐點為配角 我們知道現在很多上班族 其實下班了 有時候 一天被老闆 老闆辱罵 同事鬥爭 上班族壓力大 對 這一家很不一樣的是 它的酒精濃度只有2.4 這個就有5.4 對 這5.4 然後這一個只有2.4 這喝起來 我們等一下先介紹 我先介紹餐好了 這一道是以色列餐 不能先喝酒嗎 老師想先喝 可以一邊介紹一下 可以 妳不是說以酒為主嗎 對 妳在本末倒置 老師我跟妳講 這一個酒它就要做 啤酒 我就這樣喝了 好 啤酒 好好喝對不對 這是我的啤酒 真的 它其實偏果汁的感覺 它其實有一半的果汁 然後有一半的啤酒 什麼樣的捷運美食 吃完就會上天堂 抹茶最怕什麼 抹茶最怕的溫度 溫度如果太高 它的哭味會跑出來 所以他們在做這個千層派 一共有18層 你吃完絕對不會下地獄 絕對上天堂 太好了 太好了 它吃起來跟想像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對 因為我們想像是硬硬的 一層一層蛋 對 吃起來像奶油冰淇淋 對 它真的是會在你嘴巴 一層一層化汗 完全吃不到 它一層一層麵體的口感 它就像冰淇淋一樣 這樣完全化汗 這酒它叫做 截骨木檸檬啤酒 檸檬啤酒 截骨木其實是 這個多少 2.4 2.4 你知道截骨木是什麼嗎 2.4可以啊 黑暗哥要不要喝 我就這樣喝了 好 好好喝對不對 這是我的啤酒 它其實偏果汁的感覺 它其實有一半的果汁 然後一半的啤酒 然後為什麼叫截骨木 截骨木其實是一種植物 就是它植物就是在你喝完之後 你嘴巴會有流的一點 它這個植物的韻味 香味 然後再來它酒精濃度非常低 所以其實你真的不用擔心 可以給它喝喝看嗎 送給它 你要不要加點高粱 嘴巴是喝不醉的 它沒有喝醉過的 對你來講很 它說是它的 妳要說是你的 妳要說是你的 妳要跟我的菜 妳不要讓老師 我們乾杯一起嗎 妳的菜是米酒吧 妳那邊要加三瓶高粱 妳看啤酒我最怕喝到會苦的 會苦澀的 它是甜甜的 對 它是甜甜 但是又有那個苦澀的香味 有些人 妳是怕苦對不對 對 有些人怕愛情亮的酒 愛情亮的酒 所以女孩子其實這個很適合女生喝 因為它酒精濃度很低 但它有比果汁稍微多一點點的那個 很好喝 然後這一道它是以色列的菜 它叫做海鮮番茄燉鍋 你知道以色列他們很喜歡吃燉鍋類 然後你看它很厲害 它就是它中間有蛋 蛋下面有起司 這很多這種燉鍋會過鹹 所以有時候它下面的湯汁 會不介意你喝 但它完全不會 它沾這個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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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乾吃 感覺它麵包烤得也很嚴重 這個麵包也好想吃 因為放了一下 有一點點乾 有蛋 它有 你看蛋 蛋黃這樣子戳破它 對嗎 對 就是這樣 老師 然後一口連氣 放進嘴巴 我的天啊 這是什麼蛋黃起司 然後吃下面是米飯還是什麼 沒有 它就是一個燉鍋 就是蔬菜番茄 對 這一口 看我這一口 好豐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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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好吃 它應該是要這樣 你可以單吃 你也可以放在麵包上面 而且它裡面有海鮮 它單吃的味道就夠了 對 有蛤蜊 有蛋菜 好豐富喔 好豐富喔 而且你要把它熱熱的上來 起司還可以拉絲的時候 好豐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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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因為 我現在鋪半天有沒有 你鋪著一隻 我來看看 因為老師說 神經病 它單吃的味道很夠 單吃很好吃 然後加麵包也好吃 不會... 是不是也很棒 好好吃喔 我先喝一口這個酒 以色列菜 以色列菜那麼好吃 我們這個攝影棚擺一陣子 這麵包還很軟 很Q耶 沒錯 沒有被硬掉 而且你看我們放了一會兒 它的蛋汁蛋液蛋黃 還是濃稠狀 是不是很搭這個酒 來一點... 真的很好吃 要不要我幫你 你問 它這個麵包烤過 上面有磨奶油吧 滿香的 可以喝啤酒嗎 這種女生應該更愛 她配一點啤酒 對啊 因為有起司的東西 盾類 對 超厲害的 而且你看幾個女生 下了班去喝一點酒 然後大家一起吃這個 好嗎 這個燒飯一定也超好吃的 它醬很百搭 它那種鹹鹹 然後又有蛋的那個 還有起司那個濃香味道 就出在裡面 沒關係 好吃 要不要直接吃一口 乾淨的 你們剛剛都沒吃飯是不是 沒有 我用濕的 這好好吃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海鮮都非常入味 對 然後你單吃 就算是不加用麵包去沾 你都會覺得很夠味 很好吃 我覺得它香氣很足夠 對 這個剛好沾醬汁剛剛好 麵包 而且不會太鹹對不對 有些人會太鹹 吃久了會那個 所以有個重點是它的蛋 它的蛋的蛋黃 是故意半生不熟的嗎 因為它就是半生不熟 讓你的那個麵包 你有時候去沾蛋液的時候 很好吃 就是那個半生不熟 那個口感很棒 沒錯 好像是滑滑的布丁一樣 真的 然後這道吃完 我們要介紹這一道 這道也很特別 它是墨西哥的一個 薄餅改良式的菜 真的好 一般墨西哥的薄餅 是不是突然都是比較軟 對 有時候可能你中間的餡料 湯汁太多 餅就沒有那個口感 對 但它完全不會 它把它改良到它的薄餅 是有一點點脆度 重點是它叫做手撕豬肉 它裡面的豬肉 不是用機器 其實是用手撕的 這一根是什麼 這一根是辣椒 這麼大喔 台灣的翡翠辣椒 咬一個我看看 可以了對不對 你咬一個我給你1000 你咬一個我給你1000 會辣... 會辣... 一定要給1000我咬了 要豚囉 1500萬 它是店家自己醃製的 還...一大口的 有一點 你試看看 1000喔 算了啦 我搬回來 我怎麼不知道妳講 我都咬了 很辣吧 還好吧 還可以接受 這樣才300而已 比公分了算 辣啦 1000賺得很辛苦 然後老師 沒有 問題是深深的 裡面很厚實 好厚喔 老師你先 它是一個DS 我知道這個 而且你知道老師 它在薄皮裡面有加什麼 你知道嗎 泰國米 泰國米 對 你知道很多它餡料就是 糖糖的米 沒錯 因為台灣的米 如果你吃的話 會沒有那個口感 乾杯 妳也來一個 我也來一個 好好吃 天啊 好厚 好好吃 給你們看看 美如一定要啦 對啊 這好酷 裡面的料好滿喔 滿滿的料 重點它還塞得滿滿的泰國米 所以它的飽足感超夠 非常夠 而且味道又夠 然後這邊它有配這個脆餅 你可以夾 其實真正他們愛吃是 這一口這個 一口辣椒 墨西哥辣椒 妳來吃看看 表演給大家看 有1000塊嗎 妳的話200 我沒有別的意思 怎麼這樣啊 我沒有別的意思 因為妳平常就吃辣的 我的意思是說是這個 妳不要對不對 好夠味喔 我是說它的創意加了泰國米 沒錯 我沒吃過我放米粒在裡面的 對 一般我們就是餡料 很少會放米 像辣 它就是讓你吃了 又有一點飽足感 然後它又用泰國米 泰國米因為它細長 又口感比較好 所以你吃起來 不會因為時間比較久 然後米就變得比較爛 對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上班時下班 很紓壓的一個地方 好好吃喔 在無心街的小酒館 而且這個分量很大 這個 非常大 而且你看它每一個 真的就是貨真價實 都是很實在的一個產品 不知不覺太吃飽了 糟糕 要就去現場吃 沒錯 這種好吃的 好吃 沿著捷運信義線這樣走 對 在101站的2號出口 2號 好 接下來余余老師有請 今天我介紹的這一家 也是在松山線上的 它這一家其實是 大家都知道的飯店 飯店裡面的料理 但是它不貴 CP值很高 所以我覺得上班族 松山線上有什麼飯店 有一個首都飯店 首都 對 它的小籠包也不錯 對 小籠包 牛排 咖啡 可是今天 在南京東路 建國 南京東路建國 對 但是我今天推的是 他們的中餐廳裡面的料理 那這一道料理 是真的很特別 叫做金沙南瓜磚 而且你知道這個是什麼樣 就是以前外面在做這種 金沙南瓜磚 都是南瓜拿去油炸 然後上面再淋金沙 可是它這個不是 金沙是指鹹蛋黃 是指鹹蛋黃 對 你還會以為是金箔嗎 某人就以為了 我剛剛就以為 你要整個金沙米粉 金沙米瓜 就是鹹蛋黃 對 它這個很特別 它今天是用慕斯的方法去做 它把南瓜跟所謂的鹹蛋黃 然後把它打成泥 用稀釋的方法 而且它是先把它就是冷藏起來 所以你等一下吃它的時候 它是從冰箱 我們剛剛從冰箱拿出來的 所以它到底是鹹點還甜點 它其實是有點鹹點的 鹹甜鹹甜的 而且這個需要很費工 這是工夫菜 工夫菜 對 現在可以吃看看 對 而且它這個熱量 像外面金沙南瓜磚都熱量很高 它這個熱量少一半 它是像鹹點 鹹點 一口吧 一口 好漂亮 好香 對 鹹蛋黃的香氣 一口 要吃嗎 可以自Cue 對 你可以自己Cue自己 要不要 好吃嗎 香氣很足夠對不對 這很鴨蛋 它的口感就是 就是慕斯 就是慕斯 對 可是裡面卻是 鹹蛋黃的香氣 所以它有點鹹甜鹹甜的 這個外面一般餐廳是吃不到的 好好吃 所以這家餐廳它其實 它是大廚的一個創意料 要不要吃吃看 誰要 薑通明 薑通明好了 薑通明 辛苦對不對 爸爸比較辛苦 他當爸爸 當爸爸 沒有 那可以多補一下 而且南瓜又很健康 而且他又把它做得好吃 對 然後他老婆剛好又是補教育的 對 老師會比較敏感 他餓了 就看他師肢怎麼樣 對啊 我為什麼說四雞要挖腳 對啊 四雞挖腳 我隨時跟我老婆講 是嗎 他老婆也在醞釀中 謝謝 這一道好一點 這一道功夫菜 這很讚 然後另外這一道是家常菜 就是大廚想說 因為有時候到飯店去吃 其實會帶爸爸媽媽 比如上班族會帶爸爸媽媽 對 爸爸媽媽他喜歡吃的中式料理 他就用松阪豬熱量最低的 然後炒這個所謂的糯米膠 所以它是兩種混合 兩種糯米膠 這個非常好吃 而且你吃完它你會覺得 來一碗白飯糊 糯米膠 不過這應該很鹹 糯米膠有點辣 看起來就很下飯 但是它的松阪豬 它是非常新鮮的松阪豬 熱量又燒 好吃 好吃 不辣 真的不辣 好 松阪豬這麼脆 對 很脆 而且味道調起來又不會太鹹 但是它有夠味對不對 這個松阪豬好好吃 好好吃 這個厚度剛剛好 很新鮮 所以這個其實帶爸爸媽媽去吃 其實可以點這一道 好吃 真的 你說它是個中華料理 它是一個首都飯店裡面的中餐廳 對 唯一家中餐廳做的料理 很好吃 很好吃 超厲害的 它那個香味很夠 它就是一定炒到那個膠 是有香味的 這個就是松阪豬肉 其實如果你沒有好好去做它 你會很硬 很餐 對 然後而且那個醬汁 如果你沒有好好去做它 這道菜因為它如果你比較 其實會吸那個醬汁 它有的會太鹹 可是比較不會 所以豬肉是軟嫩的 對 真的剛剛好 剛剛好 這道甜湯其實非常的厲害 這是甜湯 對 對 這是幫許惟老師特別 我請他們特別去做的 這個要吃他們的宴席菜才有 這一個是杏仁 就是紅豆杏仁豆腐 好漂亮 聽起來好像外面都有對不對 但是它的重點是在哪邊 重點是它的那個 在它的杏仁 這個杏仁豆腐 我跟你講 我介紹的一定是真食物 就是有時候 外面有一些杏仁豆腐 夾滑的是自己夾的 加工的那種 對 加工的 它這個為什麼厲害呢 因為它其實 它裡面的杏仁豆腐 它是用那個南杏跟北杏 然後下去用古老的方式 然後用一點隔粉 不用自己Q自己了 要不然這樣下去 下去用打的 而且女孩們都來一點 而且這個打 要打半個小時以上 所以你吃它 你一定要吃它的杏仁豆腐 是Q的 我聽說 這個杏仁豆腐有點像湯圓了 是的 真的Q 不是我們的印象嗎 嫩豆腐那個 我是很扎實 像湯圓的口感 是 所以它這個是 這個是真的是 用手工去做的 就是男性 北性這樣 可以玩嗎 這個很難 妳可以大方一點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隨便的 妳會不會 不要那麼那麼大方 可以嗎 可以有一點給別人吃 這個是手工的甜湯 湯匙可以給我們 我們只有一碗三個人卸 對 對啊 我們三個好可憐 強醉這個杏仁豆腐 強醉這個杏仁豆腐 對 好 接下來歡迎韋汝 自備喔 對 自備 我今天要介紹 就是所有少女的最愛 抹茶 所有抹茶系列的甜點 在這間全部都吃得到 專賣嘛 對 這是冰沙嘛 所以我剛剛現場就把它拿過來 要不然等一下會融化 超高級滷肉飯 讓現場陷入瘋狂 最後還要推薦一個 我覺得是 套餐之外的 算是LV級的滷肉飯 滷肉飯店 日本料理店 對 1 2 3 滷肉飯太高檔了吧 對 你入口會發現甜味有入在大海洋廠 對 超級滷 好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所有少女的最愛 抹茶 所有抹茶系列的甜點 在這間全部都吃得到 專賣嘛 對 因為這是冰沙嘛 所以我剛剛現場就把它拿過來 這樣不然等一下會融化 我覺得這個東西要現場這樣冰冰的吃 為什麼這間店這麼厲害呢 因為我剛剛在開場的時候 我有講到 這間店它是從京都引進260年 老抹茶鋪的東西 全部引進到台灣帶你進來 所以你在這間店 就可以吃到那種日本最傳統 抹茶的鹹香 甜會回甘的那種抹茶 是最道地的 它捷運是要做什麼線 做士林線就到了 士林線 就是淡水線的 士林捷運站1號出口 對 這間店其實很有名 因為它在網路上 平常都定位都會爆滿 對 它的網坪已經夠高 它其實很多家 對 然後最招牌的 我覺得就是它的冰沙 跟這個抹茶千層派 最招牌 不是 最招包 最招牌 對 老師可以先 因為這個要冰冰的吃 因為我怕等一下我們溫度這樣下來 就失去它那樣的口感 快... 先嘗這個 對 因為抹茶最怕什麼 抹茶最怕溫度 溫度如果太高 它的骨位會跑出來 所以他們在做這個千層派 一共有18層 你吃完絕對不會下地獄 絕對上天堂 太好了 真的會上天堂 來喔 真的很厲害 所有的網友都推大推這塊 老師喜歡抹茶 因為跟紅豆很搭 它有點像年輪的那種感覺 對 好多層 它18層 真的 我看 18層 糟糕 算錯條了 算到同一條妳知道嗎 我跟大家說 跟看書看到同一行是一樣的 它吃起來跟想像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對 因為我們想像是硬硬的 一層一層蛋糕 對 吃起來像奶油冰淇淋 對 它真的是會在你嘴巴 一層一層刮開 真的假的 你完全吃不到 那一層一層麵體的口感 它就像冰淇淋一樣 這樣完全化開 對 像奶油 然後你完全吃不到 那抹茶苦的味道 全部都是香跟甜 妳是什麼美食級的 而且他們做這種 這個蛋糕很費時間 它一層是怎樣鋪好抹茶 跟白巧克力 之後把它拿去冰淇淋 難怪 然後等溫度降下來 才再上第二層 再上第三層 所以你一個八串蛋糕 他們要花40分鐘 去把它做出來 所以這很好吃的 站起來會以為像年輪蛋糕 對 它不是 就吃起來不是年輪蛋糕 是還是一片一片的冰淇淋 合起來 合在一起的 它很像慕斯的口感 好軟 它這一張是冰的 對 要吃冰的 而且綠茶很健康 我覺得健康很好吃 因為抹茶有兒茶素嗎 我們有很多那種代謝產品 其實都是含有豐富的兒茶素 我覺得它的層質很明顯 因為抹茶本身帶有那個苦味 可是這苦味一點都不討人厭 反而很討喜 對 這真的很大 對 有些會討人厭 對 苦 有的已經苦到澀了 對 它完全沒有苦澀 不會不會 它是甜的 對 這個很好吃 然後吃完蛋糕 我覺得大家就是因為夏天 還是要喝一些冰涼的東西 你應該喝它的抹茶冰沙 它的抹茶冰沙喝下去 你是完全喝不到 任何冰沙的那種水的味道 就是滿滿的抹茶香 全部都在這裡面 是滿的 有兩杯嗎 這個是融化的 我覺得女生可以就吃一點抹茶 會 它大迷信的粉絲會罵我 我可以... 來...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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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哭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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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冰沙 對 冰沙 是夏天最好解渴的 抹茶樹滿滿的吧 對 而且它不甜 吃起來真的就是清爽 很消暑 很好喝 很濃郁 我剛剛在喝翻了我 翻了 好好喝 真的很好喝 好濃郁 對 它真的沒有那種 因為一般做我們抹茶那種飲料 或是那種東西的時候 你會喝到它的抹茶 它也太濃了吧 可是它完全沒有抹茶的苦味 喝起來是順口的 這其實可以套水 套成10杯吧 對 很濃郁 很濃郁 對 就是因為他們是從 日本迎進來的 有機抹茶 而且不甜 對 不甜 就不會那種發胖的這種 對 就是那種有糖 然後最後我要介紹 他們店裡也是現在非常厲害的 抹茶起司鍋 一般我們在吃起司鍋 巧克力鍋對不對 都會覺得很濃郁很甜 它是鹹香的口味 對 它是兩種抹茶 加兩種起司去融合在一起 弄出來的 然後我覺得它最厲害的是 它周邊搭配這些東西 它都是用心去做的 有甜的 對 先把它攪拌一下 要加熱 到底是鹹的還是 它是鹹香 它沒有甜味 但是吃起來很特別 大家把起司的濃郁 膩口感全部壓下去 因為抹茶把它壓下去 所以你會一口接一口 好特別喔 對 所以這家店什麼都是抹茶 什麼都抹茶 然後讓你一口接一口吃不停 對 然後它這個配菜也很厲害 你看它有配這個蔬菜乾 這是蔬菜乾 這是蔬菜乾 這是地瓜乾對不對 然後這是紫地瓜 然後還有這個豆豆 然後紅蘿蔔 芋頭 你知道它這些配菜 都是他們嚴選台灣當地的果乾 去做出來的 蔬果乾去做出來的 那我用香蕉可以嗎 香蕉也可以 所以它有新鮮的味道 可以 這什麼感覺 很特別 很厲害 很特別 起司很濃 對 香蕉是什麼感覺 香蕉耶 好特別 它怎麼說呢 它鮮鮮香香的 鹹奶酪那種感覺 對 這是抹茶 對 是抹茶 它顏色是抹茶 對 它是抹茶加了起司下去做的 那種火腿 然後它也可以吃火腿 因為火腿這種肉類搭起司 是最棒的對不對 但是它中間再搭了一點抹茶香 你會發現肉變得更甜 然後還會回甘 對 我覺得愛吃起司的女生會愛吃 會很愛 而且你吃這個真的不會膩口 因為它抹茶是會把起司 一直吃膩的感覺全部解掉 所以這真的會一個接一個吃不停的 好好吃 然後你吃一吃你配這個茶 我跟你講絕配 這真的是我在台灣喝過最道地的 日本抹茶玄米茶 很厲害 有點冷 對 有點冷才沒有熱的 對 但是應該是合作的 對 我來一點喝 它沒有抹茶的苦 你可以滿滿地喝到 你先吃進去的時候 你會聞到玄米的香味 有 然後再來是抹茶 從喉嚨吞出來回甘的香氣 然後真的沒有一點毒味 有 有什麼 有 往妳那兒去了 油脂 油脂 油脂身上 油脂 入手中間 這個現在太特別了 這一鍋實在太好吃了 這一鍋真的很棒 然後再配這個玄米茶 什麼都拿來沾 對 而且沾什麼都超搭 對 超搭 對 它沒有違和感 你看搭配這些麵包 還有這波卡洋芋片 都超級搭的 可以帶手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Erica 這一款它真的很厲害 這一個 我們一般對日式料理的感覺 都會覺得它很高檔很貴 然後一般小吃煮可能吃不起 但它既然敢開在捷運周邊沿線 它就是要助求CP值超高 今天帶來他們的午餐 380限定版 從前菜 沙拉 到甜點 到湯 380 對 爆餐 是日本鬧野 它在捷運 它在捷運周邊沿線 它就是要助求CP值超高 今天帶來他們的午餐 380限定版 從前菜 沙拉 到甜點 到湯 380 爆餐 是日本鬧野 它在捷運安和站 然後你出來之後 往仁愛永涵的方向走 但是它其實在四圍路裡面 仁愛圓環 四圍路 然後它其實在四圍路裡面 巷子裡面 那這家店 我覺得它師傅很用心 因為其實師傅 14歲就開始接觸廚藝這件事情 然後開一家吃料理店 是他一生的夢想 他就覺得說 為什麼每次吃料理都要特別貴 為什麼 因為他看降泰的壽司 那個人有一個部分是對的 因為他們家其實專門賣的是我壽司 降泰的壽司 有 好原芬芳的味道 吃得渴乱 大概是這種感動到 所以他夢想 終於開了一家 他其實就花了很長時間 雖然總算圓了自己的夢 開了一家 算是高貴 但不貴的日式料理店 380的套餐說小製作都吃得起 套餐其實是從前菜 一直到這個丼飯 我們從前菜開始好了 你可以看到這個其實很特別 他其實是螢光屋賊 小吃的 而且重點是他是季節限定的 只有春天到夏天這個季節 等一下 螢光屋賊很貴 對 我有吃一顆4000塊的火鍋 就上來一起吃螢光屋賊 對 所以老闆真的很甘心 老闆是380喔 對 套餐 每次去都有螢光屋賊嗎 季節限定 因為其實螢光屋賊有產季 所以他其實是看產季不同 會有不同的餐 老闆希望大家能夠吃到 當令的食材才是最新鮮 因為日本料理訴求是一定要新鮮的 對 所以螢光屋賊是這一道 然後還有另外我特別推他們的 他醬是 對 他們自己調的 自己調 看到所有醬 所有的配色跟配菜 全部都他們自己處理 好吃 螢光屋賊好嫩喔 對 另外一個是他們的前菜沙拉 他們家沙拉其實用的是水菜 然後還有一些 新鮮的蔬菜在裡面 重點是他們的醬汁也是自己調的 是有點和風有醋醬的感覺 這個好吃 然後到他們家的這個丼飯 他們家的丼飯 最棒的地方是 你花380塊就可以吃到 五種不同的食材 五種 箭頭還沒看到對不對 也太多了 這也太好了吧 重點是 在吃生魚片的時候 其實要有順序的喔 大家千萬記得 要從顏色淺的開始吃 所以老闆其實很用心 他剛好照著順序 是這樣子要這樣吃過來 照著順序一輪算是 亂吃老闆會生氣 真的 你那節奏不對話老闆 哪裡 日本魂 日本魂 我知道 從前都開始吃 裡面就有三種是來自日本的魚 包含蒸雕 然後還有丁香魚 對 然後還有獅魚 這個是獅魚 老師可以吃看看 對 這個一口吃才過癮 你先看它的芥末 它的芥末是 這是那個什麼 生的那個回自己磨出來的 阿里山三魁磨出來 看顏色 你一口 拚了 三魁一口 那個A長姿勢了 對 然後還有其實很 我們一般在台灣 比較少吃到的 獅魚跟丁香魚 其實在丁香魚這件事情 其實台灣人很少吃生的 大部分會吃炸的丁香魚 但是在日本吃生的丁香魚 其實這件事情其實很 味道很好 而且它處理起來也非常費工夫 它的新鮮的三魁磨出來的 芥末就是這種味道 對 它會嗆 但是又不會黏在舌頭上面 對 不會 就跟我們野生現場 一直來的是一樣的 而且重點是它的丁飯 下面的米粒飯 我覺得它選得非常的用心 因為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月光米是非常好的米 這個師傅在台灣發現 在彰化其實也種出 非常高品質的月光米 所以他決定要支持台灣的好食材 他用的是台灣彰化的頂級月光米 所以它吃起來的口感 其實不輸給日本的月光米的口感 下面的飯 對 然後它下面粥的出飯 其實還滿入味的 可以嗎 好不好我知道 你求之欲很強 對 想要求Q 對 你看 沾上這個蝦軟 可以嗎 好吃 非常好吃 然後從前菜 沙拉 主餐 丼飯都吃完之後 絕對不能錯過就是甜點 大家一定會覺得 這個甜點很特別 對 好漂亮 這甜點其實叫水杏鹹餅 水杏鹹餅 杏鹹餅其實在日本 是一個非常高級的河果汁 然後用水杏鹹的方式 它裡面用 其實幾乎百分之所吃都是 這是甜點 這是甜點 導播看不到 它是高山泉水座的杏鹹餅 好漂亮 好漂亮 不是 它不是 是誰身上拿出來的 太小看了 可是會不會太 這個是高級的河果汁 照片會不會太小 對 例子 那個水杏鹹餅 這個在日本公迷了好一陣子 然後紅到紐約去再紅進台灣 然後師傅花了很多心思 去研究怎麼做出這個東西 這什麼做呢 透明 它就是水 它成分99%都是水 然後 這好厲害 對 乾乾的 超級乾Q 老師你可以吃吃看 它的口感很特別 它上面灑上的是 日本來的黃豆粉 因為黃豆粉的香氣非常的濃郁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是黑糖 怎麼吃 弄破它 它其實是果凍的感覺 會化掉嗎 透明的果凍 對 像果凍 然後再灑上食用的菊花瓣 是不是很清涼開胃 這是很夏天的果子 那之後還要推薦一個 我覺得是套餐之外的 算是LV級的滷肉飯 滷肉飯店 日本料理店 對 叫滷肉飯 它這個名字就叫滷肉飯 我沒有瞎扯 這是老闆取的名字 來 導播要看嗎 我要打開囉 好 1 2 3 剛剛那講的金砂對不對 金箔在這裡 這是真的金箔 它是真的金箔 它是真的金箔 是用金箔 烏泥的滷肉飯太高檔了吧 好急喔 對 上面有鮭魚飯 太高了 重點是這個烏泥是馬糞的 馬糞烏泥 然後它鮭魚卵 是他們自己用他們的醃製方式 他們有特別再去調味 醃製過的鮭魚卵 所以吃法要做一件事情 一樣它旁邊會附上 新鮮的磨的三葵 然後你就瓦上你想要的三葵份量 然後放在汙泥上面 然後輕輕的把它抹開 你這樣每一粒飯都抹到了之後 就直接 有汙泥 有鮭魚 黑黑暗哥來 你來 老師先來 金箔來 來 其實我只要汙泥多一點 你誤會我 對不起... 汙泥可以多一點 我不是那種貪小便宜的這種食物 對 我要汙泥多一點 你入口會發現那汙泥的甜味 有如在大海漲漲漲的 超級感 好吃 是不是很特別好吃 好吃 對 酷魚的 汙泥軟軟的 米粒有脆度 再加上那個什麼鮭魚卵 一咬有那個油 不脂有那個油 對 金箔是沒任何感覺的 但是就是一個高膽 貴氣的感覺 真的 所以小資族想要課賞事業的時候 就來一碗LV級的米粿飯這樣 謝謝 今天我們很明確 就是沿著捷運這樣子 對 而且很奇怪 你就是沿捷運通常覺得說 簡單那個10塊錢壽司 什麼的 可是沒想到今天就是 很高檔的那種菜 對 其實我們就會把很多資訊 因為剛剛可能很多人 可能就要這個店往哪去 我們在FB提供給大家 對 好 謝謝所有的餐廳 老闆們辛苦 今天現場料理 謝謝 謝謝 謝謝來賓推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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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